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节的内容 依照惯例,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学习到的哪一块的知识点 今天我们仍然学习自定一类 但是不同的是,我们今天会来看一下类长量和类变量相关的知识 也会穿插一些类方法中的一些小知识 好,具体的这个学习内容,我们来看一下本节课的杂纲 本节课我们将会先学习类长量,再学习类变量,再学习方法的访问控制 同学们一看,这样三个概念一想,糟糕,完了 本节课又是复杂的概念了 但是不要担心,不要担心 毕竟我们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目 所以我们还是从上一节课的内容开始讲走 上一节课我们讲了什么 讲了方法,讲了自定义类 既然类变量,类长量,方法的访问控制都是跟类有关系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一节课我们所讲过的知识点 上一节课我们讲过什么知识点 第一个是类的形状 第二个是类中的方法 第三个是如何去调用这样一个类 那我们先来重新写一遍这样一个类 帮同学们加深一下印象 回到桌面 打开subline 新建一个文件 class.rb 在上一节课我们新建了一个类 叫做student 然后就是它的构造方法 我们传了三个变量进去 分别是名字 学号 以及性别 然后在当时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当这个类初始化的时候 也就是说我们调用 第六方法 把名字 学号 和性别 附给这一个产生的实力的时候 我们是用什么东西来保存它的 名字 学号 和性别呢 看过上一节内容的同学们 师父还记得 我们用的是 at 符号 然后 然后跟一个变量名 然后来 一一保存 然后 本节课我们就从这个带at符号的变量开始讲起着 正如上节课我们说讲的那样 一个带at符号的变量 我们还写了一个c high方法 同学们还没有没有印象 在c high方法里面 我们把带at符号的变量 给输出了 具体的我就不模仿写了 同学们大致明白 就输出了 通过观察 我们可以了解到 带at符号这个变量 在 该实力中 它是 共通的 一旦复值 在这个类的任何地方 都是可以获取到该值的 就是它是通的 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类的变量叫做 实力变量 也就是说 这个实力变量 它将外界传进来的值 给存起来了 那既然存起来了 那我们可不可以 直接获取它呢 在 加码里面 或者说 其他语言里面 我们会听到这样的说法 叫 cater gater方法 就是直接给类的 实力变量 进行复值的一些方法 通常会这样写 就先看一下 比如说 我直接想给 这个实力的nam复值 那我可以这样取 nam等于 这是它的方法名 大家特别注意一下 在Ruby里面 符号 也是可以作为 方法名的一部分的 去同学们不要很奇怪 为什么 这里有一个符号 然后通过这个实力 我们直接 让变量等过来 然后再被称为 cater 那我们看一下 gater怎么写 gater就直接获取嘛 获取的话 那就nam就nam 然后返回 就可以了 写到这里 可能有些同学 开始翻晕了 老师 你 你这写的啥呀 这完全看不懂啊 不过没关系 有时候 才入门是这样的 我们先来到 熟悉的 Ruby环境中 去运行一下 就明白了 有时候 不是很好理解 但是 同学们去运行一下 看一看就比较清楚了 它到底是什么 上节课 如果我们初始化了一个Bob 那本期我们还是初始化了一个Bob吧 Bob 嗯 学号1吧 性别还是不明 好 成功生成一个Bob 但是我发现 它好像不叫Bob 它叫B 那我怎么改呢 可以发现我们一开始写的这个SATA方法 NAM等于 有个NAM等于 那还可以附一个变量进去 附进去之后 它就把里面的NAM给修改了 让我们试一试哈 A点NAM等于 拨 我们看一下 变了 其中的 Bob这个名字 变成叫波了 那我们再下Gator A点NAM 波 直接获取 它这个名字 哦 看到这里 我想达成东西很多明白了 这个SATA Gator 就是给 类中的变量 负个值 取个值 它就这么简单 所以有时候 概念是很复杂的 实际上操作一下 运行一下 就很容易明白了 那不是我讲吧 这个学号和性别 这样去写 我想同学们都应该很清楚了 可是 有个但是哈 但是 同学们 觉得 这样一个格式写下来 很无趣啊 LAM 我一个LAM 我要LAM等于 然后 一个LAM 然后 学号 我要一个等于 然后一个学号 性别 要一个性别等于 一个性别 但写下去很无脑啊 对不对 Ruby 是一门优雅的语言 它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来实现 get set 现在 给同学们看看 这样一个简单的实现 说来语法也很简单 我们先删除掉 这个用种的代码 我一般喜欢把这个写在顶端 attr 上滑线 accessor 多打一个s NAM 这样就实现了我们的get set 了 而这个单词 access 可访问的 可通过的 好了 有同学们可能要问的 嗯 这里我也可以复制 也可以取值 那万一 万一像学号这样 我只能 写 不能 只能写 不能读总版 这里可能有同学会问了 嗯 老师 你这里是都可以读得和写的吗 那生活中 他也有可能 只能写 不能读只能读不能写 那怎么办 你不能一教只教一忙啊 没问题 我们来看一看哈 Ruby的强大 就是在于考虑的周到 还有reader 和writer 其中 其中 reader 是 只可读不可写 writer 是 只可写 不可读 而 只有第一个是 既可写 又可读 所以我希望同学们 记清楚 而演示 我希望同学们 在看完本课上文之后 自己去 演示一下 去试一试 看看我写的内容 有没有问题 然后 类变量这一块 我们先讲到这里 既然看到变量 我们来看一看 什么是 常量 通常情况下 在Ruby里面 我们约定 常量的 首字母 大写 比如现在我们写的这个 student类 然后我们定一个变量 叫versing 好 这个类的 1.0版本 那么它的首字母 应该是 大写的 首字母应该是 大写的 那我们如何去访问 这样一个类常量呢 类常量 类的常量 那它就不是实力的常量 那我们就不需要去 6个塔尺 最初 Ruby终端 然后我们重新导入一下 我们的这个类啊 类常量 往往用来标记 一个类的版本 或者说 一个类 恒例不变的一些值 那它 就不能用点号来调用 它是用的 双帽号 同学们可以记一下 它是双帽号 调用之后 直接打出常量 而这个常量是 不可修改的 是绝对唯一的 好 了解了类常量 我们来看一下 访问控制 方法的访问 控制 为什么有访问控制呢 就像刚才我们写 get or set的时候一样 第二 我们希望 有些方法 别人是可以用的 而有些 是不能用的 而最好 它是看不到的 那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在这里 就只介绍 两种 访问控制的方法 而剩下一种 我们会在 继承里面去讲 那么第一种 我们希望别人看到的 那同学们觉得是什么呢 当然 对 这个同学很聪明哈 不写 对 我前面什么都不写 那他就是别人能看到 他就能调用 但是在Ruby里面 他有一个专门的 特殊字段 叫Public 在Public下的所有方法 都是外界可以访问 可以调用的 而与之上对应的是Public 在Public 字段下的所有方法是外界不可访问的 一般来说 不标记的话 就都可以访问 这个 我们再生成一下Bubble吧 C High 它是可以访问可以调用的 没有任何问题 那好 现在我们来试一下 给它加入Provite 然后 重新导入这样一个类 重新实力化Bubble 可以看到 我在自动补权的时候 C High已经不提示了 调用 找不到了 那就奇怪 为什么 有些方法 它可以外界掉 而有些不行呢 凭什么呢 对不对 这里面有 大学问 而具体是为什么 我希望同学们 能收看下一节内容 继承 在累着继承这一节里面 我们会去讲解 为什么要这样去区分 那好 我来布置一下本节课程的内容 本节课程的作业 在本节课程中 同学们 去把 上次写的 Teacher类 给升级一下 给它加入 Gator Set方法 给它的方法叫Provite 去升级到1.0版本 去升级到1.0版本 本节课程到此为止 谢谢收看 我来的 看下 至于 词 这 我去